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就说 从现在开始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但是你做什么也都是错的 能理解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把今天所有的事项因素都考虑在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比如说咱们今天说说叫美女与野兽 这个电影 它引起了话题 然后义军还专门去看 但是临到了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说 你怎么知道这是个真的话题呢 这不是美女野兽的宣传的片方植入的话题吗 或者是他们商业炒作出来的一个话题吗 这已经都不新鲜了 那个拉拉链 拉拉链 关键原因就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 他其实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想看 因为你还没看已经一直听到 他不断的就是这个引起话题 一些人看了怎么样 他就是在社交媒体上你无处不在看的 他就在 他的营销团队特别厉害 马爷你说你作为一个八十大寿的知识分子 你说你在今天社会里营销商业和良知 你觉得闹得清吗 能分得清吗 能分得清 但是问题你分得清也没有用 你明明知道你被陷进去了 你还得认着这事 你比如老有人问我 就说你盗墓笔记看了吗 我说盗墓笔记没看 因为我拒绝看小说很多年 因为原来是干这个的就不干了 那么电影也没看 结果我前一日子从深圳飞过来 我一看那时间够 深圳飞过来要三小时 然后看片子里 片库里有盗墓笔记 我就看了 我就从这看到 这就算是这已经没有价值的营销了 我一看 我发现这事跟盗墓没啥关系 就用盗墓一名 然后里头是虎虾编的一事 后来人说盗墓这事也不能拍 怕引发盗墓 最近盗墓这个事不是盗墓 就是文物发掘只能国家来 你比如咱们最近张献忠陈寅案 这算真相大白 传了370年的传说 大家都说传说 官方都是这个态度 官方一定说传说不可信 轻则制止你 重则就罚你 张献忠当年 从四川跑成都跑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船上都载有金银 载有金银跑到江口镇 就是彭山江口镇的时候 遭遇明军阻击 然后结果就火烧连营 船都烧了 银子什么就沉底了 这过去就是一传说 官方永远是这态度 你们都是侠来 这370年就陆陆续续 老有人去捞 前两年可能是真有人捞上东西来了 捞上东西以后 他就聚集了很多人 聚集了很多人 江口镇就开始 就听有人说有人卖东西 主要有个东西卖的狠了 弄一大金银 要卖800万 800万你跑四川那个地儿 人一把薅住你 你要说这东西800万 连公安人员办案都有精神头 说这东西就值8000 人都不爱出门 对不对 盼值高 就把人抓了 一抓真是大金银 老虎的 这时候终于相信了 这个传说是一真事了吧 这就轮不上老百姓捞了 国家捞 国家狠 国家怎么捞 先断江 把江给断了 把水淘干了 不是 捞出像小两万件了 老虎的金银 昨天一产的就是25件 好家伙 现在就疯了 全是军队重兵把守 那肯定的 老百姓就剩了拿望远镜 从远处看了 这回老百姓就没用了 传说变成事实了 从今年起到明年到后年 这传说越来越多 我刚数了一下 您提这小说的名字 提了两遍 然后提到我两个字 提了六遍 你基本上这一段已经是 收了钱了 你避不开了 你刚才说这个东西 就是避不开了 我一直觉得 厉害吧 现在还有个计算器 没什么 我在想就是说 其实商业 它本身就是从 人性的贪婪当中去发展 就不断让你去花钱 你想七宗罪里面 所有的事情 你都可以对应到 今天商业社会里面的事 但问题 它可能最后有一个 它有一个约束 你可以膨胀到一个程度 比如说你说 麦当劳 它多膨胀 垃圾食品 最后人家都反对 它还得规划出说 我们这里面 这个考虑里是多少 我怎么样去倡导 一个健康生活 等等 它有一个最后的 一个约束 但你如果一个社会 对于商业的 这种发展 没有约束 最后就 可能到了一种 什么都 你这次收了钱 收了钱 去看了美女夜兽 我是付了钱 哪是我收了钱 我付了钱 那说一说 可以让你植入一下 没有 看完以后 我是看的夜场 没几个人 但是不断就有人进来说 这好看好看 一定要来看 就看几个人过来 然后我就发现 因为今年是新的 这个版本 然后它其实 久几年拍过一个 就是完全动画的 就是画出来 那个版本 你要来 就是你两个 都是迪斯尼的 你要去比较的话 现在这个完全 是更商业化的 就说第一 它这个场面 更加宏大 就漂亮 人各种 而且很多东西 它可以变成 这个广告 电影就一开头 什么呢 你看这个电影 可以赢一个什么奖 去苏格兰一个古堡 就跟它片子里 这一样 就好多 每些东西 都可以拆出来 你包括现在 所有关于它的 这个产品 印的这个图案 穿的这个衣服 全 其实全都有 它迪斯尼前几年 最成功的 不是有一个 冰雪奇缘吗 哎呦 那现在就是 你的眼睛 根本就闭不开 如果你们家有小孩 甚至没小孩 你就闭不开了 到处穿的衣服 用的东西 唱的歌 我在我们家 已经禁止那首歌了 就是满大街都是 这小孩 其实都不知道 那是什么 我一直觉得 像那个迪斯尼 他宣传说 为什么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喜欢看呢 是因为他纯真的爱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是他轰炸式的 那种地毯式轰炸的 这个宣传 这个营销 小孩他没有看懂什么 哎呦 我觉得他就像 这公主的衣服漂亮 我去啊 你就还有一个啊 就是迪斯尼 他其实一直在做 就是他这个公主形象 都很多嘛 很多的名字 这个不同的 就你会发现 他其实没有什么王子的 他第一个王子呢 是白雪公主的一个 他就他的根本 连名字都没有 叫做The Prince 就是这个王子 后来是有这个商标权了 后来才给他 再起了个名字 他就他为什么呢 男就是男小 就男孩不太买那些东西 他不太被那种东西 所吸引 你看过谁 那个男孩穿一身 那个王子少 现在是搞什么呢 那个星球大战那种 他们穿 过去没有穿王子 小女孩受不了那个诱惑 哎呀 公主的全套东西 所以他就一个劲能弄这种东西 啊 对 本来呢 像迪斯尼这套东西 居心叵测 对 就是商业 而且我觉得这个商业 其实呢 也不是贬义词 就是商业能让人有最大的动机啊 揣摩现在风向的变化 潮流的变化 人心的变化 你比如说 为什么这个话题 我是说 他们要聊 我就说 义军你去看一看 因为他没给我钱 我不会去干的 所以 我就说这个美女 因为他惹起来很多话题 呃 我现在甚至都不知这些话题 到底是炒作出来的 还是什么 比方说 有很多人批评 说 这个电影啊 是在讲这个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就是野兽嘛 把这个公主啊 给囚禁起来了 嗯 然后最后呢 经过一番曲折 为什么这个公主就爱上了这个绑架她的人呢 然后尤其是啊 这个艾玛沃森 这个女演员 嗯 这个女演员呢 要照我说这几年呢 其实他也有点平静 就是他吧 演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贺敏呢 演了这么多部 深入人心 但是你怎么突破自己 说实在的 他演戏啊 其实有点 有点紧张 有点 我觉得有点内在的 这个这个放不开的那么个劲儿 而他呢 又给自己贴一什么 也不能说贴标签了 就他是女性主义 什么联合国的那个妇女权益 什么亲善大使 发表了一通演讲 结果我发现啊 重点是一定要穿着裤子演讲 不能穿着裙子演讲 结果呢 最近他在杂志上 又照了一个呢 就就弄了一搭脸吧 那玩意是叫搭脸 镂空的 不叫搭脸 镂空的 搭脸是摔跤的 他是镂空的 那么个玩意儿 披着 就把俩奶头给 恰好那绳给挡住 就是被认为漏胸 对 有些人就批评他 说这个贺敏呢 就说这Emma Watson 你不是女权吗 你女性吗 干嘛在这个时装杂志上 漏胸呢 绝对是取悦男性 所以才要漏 所以你就反 你就不是女性主义了 对 当然Emma Watson 人家也有词啊 人说我主张的 就是女人的自由选择 我看不出 这跟我的胸 有什么关系 可是人家又挑眼了 说哎 前几年 有一个叫毕昂斯的是吧 有个女歌星 也是在MV里边 有一些裸露 他说那时候 你可是批评人家毕昂斯 说人家又女权 干嘛在这里边 又展露色相呢 就是我发现好多人黑他 甚至最近黑客 就是他一说 他说我从来没拍裸照 哗 现在这黑客 国际黑客太狠了 就把这个贺敏的 这个就不是Emma Watson 哗一组裸照 就给他公开 我怎么没见过 翻墙 马爷 腿脚还行 翻墙 我总觉得 这女子现在弄得 好像有点 这个是非叫多惹起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看 他最近这位采访 也要回答这个问题 人家说你不是女性主义吗 这不是动画片 那是本天 不是真人演 但这个是真人演的 迪斯尼的著名故事 经典童话 美女与野兽 是吧 你可以看看Emma Watson的解释 有终于《Beauty and the Beast》 going back to the second century 她保持自己的心 我认为,也认为,有一个非常短暂的递称 在我的心,Belle的递称 她负责得很好,她负责了 她负责了,她负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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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我会来吃饭和你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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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 事件 所以你说这个电影现在真是在各地引起很多是非 比如说台湾有什么反同团体 出来说美女与野兽 说这个片子不能在我们台湾演 因为他宣扬人寿恋 人寿教他说 人就没有 后来他们说见脸讲得通 咱们那个白蛇传不也是 然后呢 马来西亚和俄罗斯据说也在考虑禁映这部片子 说你因为你看了 说因为这部片子 按说这片子好像是就是说大人可以带着小孩去看的 但是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对同性恋 他们认为不能在这样的电影里宣扬同性恋 有同性恋情节 中国就没有让他删除就进来了吗 咱们还是比较宽容 但其实有个问题是他那个其实不太能看得出来 就一开始说我还在找 我说到底哪个是同性恋 后来他我就明白他那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有点困惑 他老去模仿一个男的说话 到后来呢 就是差不多最后吧 就有一两秒镜头 你明白其实他是那个同性恋 是一个王子的仆人 不是一个一个打过仗的一个一个以前的一个一个将军吧 他的一个仆人 他其实暗恋那个将军 对后来呢 他是他是那个遇到里面又有一个什么剑客 他也是一同性恋 后来两人在跳在那个去跳舞的时候 就是那个相视一笑 然后你明白这小孩其实未必能看得出来 他这个其实做挺 但是我是在想就是迪士尼他其实这几年 你包括整个好整个这个好莱坞啊 其实特别政治正确 或者你也可以叫他政治不正确 就是社会一体的这种 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冰雪奇缘啊 有所广告 他这个讲他是第一部 这个女权主义篇什么呢 他里面以前都是王子救公主嘛 他那里头就是王子都不重要 甚至是坏人啊 是公主自己救自己 但其实小孩也未必能看得懂 我觉得他们就好玩 这一部呢 里面加了这个就是有同性恋 他肯定是故意加的这样一个元素嘛 显得我们这种左翼这个就是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精神 但其实啊 就迪士尼创始人 那个我迪士尼他不是这样的 他本人是一个共和党的一个支持者 他是那个福音派 就是说相对来说中间派 而且价值观其实偏保守的 一定是在他后来过世之后 就是说就美国经历过这个反战啊 这种等等以后 他变成了一个主流的 相对来说文艺圈的价值观就是这样 要要多元 所以他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你看就我马爷这个 你这个跟着中国电影一起走这么多年 我就发现啊 好多国际上的他们这些事啊 我们是后来才慢慢分辨出来 一开始你比如说 后来我才明白 就是迪士尼啊 或者好莱坞的所谓商业片 主流电视片 他肯定是主流价值观 就肯定是政治正确 或者说即便是冒犯了政治正确 他最后啊 一定是给你圆回了 但是当然对于我们这样心灵丰富的人来说 政治正确太单调 令人讨厌 所以但是我们可以从哪得到满足呢 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文艺片 或者艺术片 这么一些类型里 他可能会小众 他会探讨一些跟政治正确 比如斯德格尔摩综合症 这算小众吗 这不算小众 这太大众了 所以大家才对他的价值观争个不休 那他是因为我们现在处的这个时代 就是一个一个 就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三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是农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这是信息革命 那么我认为的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比如人寿恋 同性恋 现在都在 就是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这个趋势是往前走的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谓人寿恋 不一定是说 非得有性质关系 你比如现在有很多人 就愿意跟自己的动物过一生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再有 这算不算恋 当然算 还有一种 我告诉你 马上就会出现 现在已经有苗头 叫人偶恋 就是我不再跟人之间发生关系 我跟一个人偶发生关系 而这个关系 它可能在未来的科技的支持下 高于任何异性 不管男女 这不电影叫HER 后来我就想 如果说真有一个人偶能达到我 想象中的这种标准 他能不断的更新 因为不断的可以花钱去买程序 添进去 然后这人会告诉你一切 你想知道的东西 那我觉得 结婚就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原来不能接受 你比如同性恋这种事 原来我也不能接受 但是我出国几次都碰到 同性恋游行 后来我说我能不能进去 他们说你可以进去 那我就一个人就进去了 进去就老有人摸我 你还有人摸呢 我还有人摸了 一开始我还比较紧张 他摸我 后来摸我两下吧 我觉得没什么恶意 那你就摸摸呗 然后我就看 然后我看了看 我们对同性恋有很多错误的认知 比如我们一般的男性同性恋都会认为 那个男性其中有一个扮演成特别腰野的女性 比如穿着短裙 拿着个折扇 反正那种实际上是在同性恋 那种游行当中是一个作为一个表演来刺你 大部分人都是很正常的 其实每个人在一生的成长中 正常人我说的是 无论男女都有同性恋的倾向 比如有一段时间有个词 现在就是闺蜜 你为什么你们老有闺蜜 男人之间在成长的过程中 在中学到大学时代都有特别亲近的男人之间 他有这种倾向 不一定说你非得怎么样 但是一旦你跨过那个界线 那条界线 那有人告诉我 咱们我没跨过就过 人家说那个乐趣大于你对异性的乐趣 好像说中国古代男同性恋 就是因为调不上女的 说女的智力上达不到那个高度 所以就男人和男人之间 就是说一旦男性的同性恋 他根本就瞧不起 你说你那个太土了 你弄个 就你男人弄个女的 这个事很土的 你知道吗 他完全瞧不上你 还不是你瞧不上他 轮不上你瞧不上他 是这么个路子 所以说这只是证明 就是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对对对 不同时代 不同规矩下 开发出哪一步而已 你原来男女之间主要的一个目的是生殖 你是要生孩子 现在一旦科学要能帮你生殖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啊 比如我们俩 见上了 我们俩觉得很高兴 我们俩愿意生一孩子 但我们俩可以不肉体接触 直接上医院 医院给你们一人身上 取下这么大一点 然后这孩子就出来了 然后隔了十个月以后 说您再来抱回去 谁养着 说都文桃园养给他 未来的社会一定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对 是科技改变世界吗 对 这包括这种未来的社会啊 这种婚姻模式啊 现在已经有人这个预言了 说这个谁说一定是对偶婚呢 谁说一定是一夫一妻呢 你也不要以为是一夫多妻哦 可能是多夫多妻啊 现在已经有人提出 就是说四个人一桌麻将 也是个很好的配合 就两男两女一个家庭 只要那个时候有一种成年的人的婚约 特有的一种契约关系 这个迪斯尼的故事啊 它其实基本上都是从那些 就是在欧洲中世纪那些特别老的故事 慢慢给他去摘出来 然后那个去发展嘛 你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这些故事都不断在改写 那今天呢 我们的人又不断的用这种这个话题 其实也在改写这个故事 慢慢在改 他加入这个元素 那个元素 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 但是他有几样东西 他是不会改的 就很难改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 以后可能就也会改 就特别俗套了 第一就是说 他的因为是给小孩看嘛 或者是大家 他的结局一定是不能死人 一定是最后是好的 他其实有一些原著里面的结局 都很残忍的 但不能有这个 他一定是好的一个 就是一个结局 还有一个 我小时候就看 比如说这个青蛙王子的故事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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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民女眼兽 我就很纳闷 为什么一定最后那个王子呢 你得亲他一下 他变回成人形 变回一个特英俊的王子 他们俩才能在一起 他不是已经主张爱了吗 就是说好像说 你可以不计较这个人的外表 有一颗善良的心 的 那为什么最后一定要变回来 才能够去生活 你要就 你就跟一头动物生活 你这才 他要向世俗 适当的 我就说他还是要归结到一个 特别古老的一个价值观里头去 而且呢 就说 他们就分析啊 整个这个迪士尼啊 这个女性 这个公主 其实呢 他们都一点一点 这个演变 原来呢 你看最早的童话 一般公主是等着王子 再看上他了 或者拯救他了 改变命运了 后来你看 近些年这个故事 越来越变成 这女的 越来越有能力 越来越有主意 甚至到最后呢 不靠王子来打救了 人自个儿甚至靠姐妹 情义 是吧 逃出生天之类的 或者改变命运 就是这本身就是一个 对女孩的这个 女权的这个设定 对 但有点 有时候也太 走得有点前啊 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 就从 她从法国 过来 就给我带一本书 就讲 那个女孩 她是一个公主 然后呢 她就不愿意 跟男的在一起 她喜欢跟他们家的 动物生活在一起 然后来一求婚者 她就去捉弄人家 把人家所有的王子 都给弄跑了 就吓跑了 最后她快乐的 跟自己的动物在一起 不愿意 我想因为这故事挺好 但是我真的要 跟我女儿讲了 她想说什么 就是你一个方面 你的观念觉得 你到了一种 其实特伯登的 我们容许多元的 但是呢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又老是觉得 你遵守那个保守的东西 你活得可能 比较安全 有时候 对 而且她过早的 介入这个事情 她有可能 终身的就会介入 这件事情 这很可怕 怎么讲 就是 幼童的教育 是风险特别大的 很多 很多人的 这个 就是长大的行为 你比如同性恋行为 比如人与兽之间 她都跟她童年的 很多东西 你不知不觉中 她就结合在一起了 如果你过早的 很强烈的给她一个 一个认知 她可能长大了 就这个认知会起作用 你知道 比如说这个人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小都有 就是甚至于世界上 还有一种人 你比如 你知道 比如说人 人恋物癖 就是他爱上了一个物 但是你知道吗 有的人跟那个 艾菲尔铁塔 已经举行了婚礼 还有什么 什么卢浮宫 就像这种 就是说 好比说 我就爱上天安门城楼了 那为什么还要举行婚礼 你既然你的爱 已经那么的 这个语众不同 你为什么回归到 这个婚礼上去 妥协一下 大家才能理解我 要不然大家不理解我 所以你看 为什么同性恋要结婚呢 他越没什么 越想要什么 我那天跟你说 我们异性恋都不想结了 因为同性恋还结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你看这个美女月兽 当然他这个最主要的话题 还是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没有 我觉得就没有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因为我其实接触这个词特别早 是因为不是中东好多 那个恐怖活动吗 就是劫持人质什么的 我看这些 就是这个故事 当中是有人会爱上 或者说对他的绑架者 产生一种这个同情 他就别人来救的 他都也不愿意走 但这个故事 其实他里面的铺垫 还是我觉得逻辑还是挺好的 他跟以前旧的那个版本比 他加了好多这个元素在里面 包括他就是当中的 这个女孩子当中 他是怎么爱读书 然后就向往这个外面的世界 等等 就他这个铺垫还是挺好的 没有觉得他是真的 就是困于跟这个 跟这个野兽之间 我就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感觉 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 就可能有的观众还不一定知道 就是好像是1973年 我记得是8月23号 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有四个劫匪 结了这个银行 绑架了几个员工 好像绑架了130个小时吧 然后最后呢 就放了 就就就就被抓住投降了 但是呢最后在这个举证 检控他们的过程中 发现被他们挟持的 这几个银行员工啊 为他们说话 表示了同情 表示怜悯 甚至有一个女员工 就跟这个坐牢的 其中一个劫匪 结婚了 结婚了 就就所谓 那个时候心理学家 就开始研究 就说爱上让你失去自由的那个人 哪种爱不是你失去自由为代价的呀 他们后来发现这个现象在各民族 各个历史当中实际广泛存在 其实呢 狭义的讲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有条件的 比如一个呢 就是说你在被他控制一切的环境下 另一个呢 好像时间那样去 对对对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事啊 广义的想 我就老是让我想的不寒而栗 我觉得人类就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个广义的这个基因 比如说你对暴君的感情 你看这个历史上 你想吧 就是他让你这个国家的人完全没有自由 然后你的生杀予夺 你能吃饱饭没吃饱饭 全在于他 按说这时候你不得弄死他 推翻他 但是你要被他镇压下去了呀 你相反你可能会爱上他 好像有句名言叫你 对抗怪兽就会变成怪兽的一个部分 甚至有人 你自己的部分就变成怪兽 这是哪国的名言 不是中国 甚至有人用这个来解释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感情 当然我不一定 这个可能是很荒诞 他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 他首先证明那绑匪的素质比较好 就是咱们现在这绑匪也不成 就他绑匪首先是有素质的 国外很多案件 包括我们看到的电影 他都是经过周密的高智力的犯罪 周密思考 周密策划的犯罪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犯罪都是临时起义 你知道临时起义对于公安人员来说的 包括流窜的临时起义 对公安人员来说是特痛苦的一件事 就非常难破 你知道过去啊 过去我们的杀人案 它基本上百分之百都能破 为什么 它都有因果 今天大量的这种事没因果 流窜到这城市弄一笔 其实都为他们撒瓜俩早前 他把人给干掉 然后他跑了 这种案子特别难破 现在那个伊斯兰国就是 强奸那些妇女 然后那些妇女跟他们 其实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感情 旧的他就不愿走了 反而说我们这儿住的多快乐 他其实就是因为身体上的接触以后 这个女的就特别容易被绑架 他的生理和心理有时候就会 就像张爱玲说的 就得放在同一个地方才安全 我的天哪 哈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